這是譚詠琳的那個 他叫傻來的 忘了 好,我聽一下 我講一下我這段是怎麼實現的 首先 我看不懂右手的譜 我先講 右手他六條線的節奏譜 我一個都看不懂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 這個什麼意思 我都說我也不懂 但是我是怎麼做到的 就是 首先你看這是我的設備 音箱 這個Old Dark音箱 現在很火 我推薦你們去買 國產良品 我的吉他 吉他電箱琴 電箱琴 然後一根線接到這個音箱裡 然後手機用藍牙 把你要播放音樂 連到這個音箱裡 然後一根耳機線 接在我的耳朵上 所以你要用聽的 然後你去 好,現在問題來了 這一首歌你要去扒他的譜 你有兩件事要做 一個是和弦 一個是節奏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節奏 你就要把難度拆解一下 先不要管和弦 你的左手你就像這樣 把它悶住就好了 你就沒有聲音 沒有旋律 不會這樣 彈出錯的東西 然後你在右手去找到這個感覺 然後你跟著他一起彈 比如說我剛好就是跟著他一起彈 我再一次喔 你心就住著一個鼓手 其實你們都很聰明喔 看到這裡的時候你已經知道了 就是我這種學習方法 只能做到 不能做到完全一樣 可能可以做到八九不離十 甚至五六不離十 我的標準很低 我覺得像一半就很夠了 你不需要跟它一模一樣 又不是要去考級 不一樣就不一樣 但是你就可以學會這個節奏之下 你就想什麼歌可以這樣 比如說我隨便去 如果說你要離開我 請上十點來告訴我 冰的頭默默默的走 像上次一樣等半夜 如果你真的 對 對 好你看 當然這首歌不一定合適 就是每一個節奏不一定合適每一首歌 但是這個算是相對比較合適的 你想想看如果你用這個彈小幸運 與你相遇 小幸運 我的 就很怪嘛 對不對 那姑娘可以是 當然唱得不是很好 因為我忘了原來怎麼唱 反正就是說我去找到一個節奏 我是怎麼做的呢 我不是去看右手的譜 因為我也看不懂 但是我就用這樣的方法來實現 一個電箱琴 一個手機 連到一個音箱 接到你的耳機 你就跟著聽 然後你把右手跟左手的難度先分開來 你的左手先悶著它 然後就 別的歌也是啊 我隨便舉一個別的歌 你可能要照著這樣彈 算了 不舉例啦 我相信你這麼聰明一定知道 或者我下一堂課找別首歌也可以 好啦 這堂課就這樣 講的就是 你看我什麼歌都沒有教 不要罵我 不要噴我 就是怎麼去尋找一首歌的節奏 我認為的方法就是跟著彈 然後不一定要彈得一模一樣 有點像有自己的味道也很好 我們又不是要考級對不對 另外就是你要把難度拆解出來 比如說剛剛這首譚詠琳 跟徐冠傑的歌怎麼弄得 哪個和弦我也不知道 因為不重要 我沒有要學這首歌 我只要取到它的節奏就好了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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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噹噹 噹噹噹 好 這兩回就這樣 拜拜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